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周深登央视演唱其最新单曲《画卷》了,2020年10月7号晚19点岛在CCTV3播出的大型服饰文化类节目《衣上中国》当中,周深演唱了一首新歌《画卷》,本次在李思思担任制片人的大型服饰文化类节目《衣上中国》当中,周深演唱的新歌《画卷》非常的惊艳,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周深的本次表演,关注点之一,古装扮相的白衣书生,身穿一身唐朝的书生古装,白色的长袍,黑色的帽子,特别是五美又特意的设计了, 唐朝的一些侍女图画,所以《衣上中国》舞台上的周深简直就是一位唐朝的大文豪,大才子,风度翩翩又满腹经伦 关注点之二,歌词长时间也长,本次周深演唱的《画卷》总时长为4分18秒,不但时间长,就连《画卷》的歌词也是十分的长,能够记住这个歌词也是很有挑战性的 关注点之三,细腔成亮点,本次周深的演唱十分入情,有一种强烈的故事讲述感,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完全的沉浸在歌曲里面了 除了他的高音转音之外,其中那一句《我愿将你画卷》上济心间的戏腔,简直让这首歌提升了一个档次,也展示了自己完美的唱功,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嗓子 《画卷》是个很美的异象,在周深的歌声里面,想象到多古画承载的美好的故事 中间的戏腔配上渐渐的伴奏,感情太浓烈了,好听,美 是在志然鼠中吱吱压压的细语当中,意在装扮了万象世间的戏线里 2020年11月7号的晚上,19点56分,周深在看到央视《一上中国》播出了自己的演唱之后,也同时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文称 非常感谢《一上中国》的邀请,能够在那么多的话里面穿着中华特色的服饰唱这首歌 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开始喜欢了,或者穿上了有中华特色的衣服,真的觉得很开心 感觉呢,我们独特的美,又在慢慢的流行到了生活里,而不是一个个故事,或者是影视剧里 那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节目一起来了解一些属于我们的服饰文化,以及这些服饰文化背后的故事吧 看到周深影唱的新歌,喜欢周深的粉丝们纷纷留言,为其打call 双雪河岸飘来雨衣,我已步步处在雾中寻你,画卷太绝了 白衣书生醉得太帅了,唱得我心动 双雪河岸飘来雨衣,我已步意驱在雾中寻你 周深唱的这首画卷太好听了 扑开双丝,用尽天下单轻,想要画出你 低银蓝转,依美慈美,生生美 此生我只能在卷上留住你,太好听了周深 看到这里不禁感慨,正所谓是歌声天籁,飞入九霄云外 央视一盏歌喉,画卷徐徐展开 另外呢,周深参与了近期的快乐大美营 在这个立东的节气里面,大家分成两组为了一场火锅宴展开了比拼 首先第一个游戏呢,是传统的盖被子 这个游戏非常有意思,黄明浩第一次拿到了分数 可是他感觉自己还能够做得更好,放弃了分数 结果第二次尝试得了零分,有点遗憾,不过非常有趣 周深是第一次玩盖被子这个游戏 作为一组拥有到教练之称的李维嘉 李维嘉一直在指导着周深,被子来找我有点洗脑,有点搞笑,非常的遗憾啊 周深第一次挑战失败了,没有分数 李维嘉仍然在用信念支持着周深,被子来找我 周深开始了第二次挑战,被子就这样来找周深了 他的分数还不错呀,笑点十足 还有一个特别的游戏就是歌词演绎猜猜猜猜,每一组都挺有意思的 不过小编还是喜欢周深和李维嘉的合作 他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中太阳》 周深有点着急,大声对李维嘉喊 哎,中我,自己就像是一个种子,逐渐的往上生长,特别的有趣 古智欣呢,也是特别的有默契的回答出了《中太阳》 何久呢,也被周深的一句《中我》都笑了,你们笑了吗 周深参加这一期《快乐大本营》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他参加的综艺节目呢,收视率都格外的高 也特别越来越会接耿了,没有偶像包袱 和大家相处的非常不错,尤其是期待着他节目中的演唱 无论是什么样的歌曲,只要是周深演唱都有独特的感觉 他在《快乐大本营》这档节目当中呢,也是玩嗨了 不管是介绍产品还是游戏还是演唱,都得到大家喜欢 此外呢,周深可谓是娱乐圈当中的宝藏男孩了 除了到粉丝放心的超强音乐素养和义务能力之外 周深也可谓是温柔兼沙雕的大男孩 他微博下面的评论区呢,有欢笑,有温暖 周深和声明一直都是双向的爱的 周深无疑是2019到2020年新生代歌手当中的佼佼者 他的声音是华语乐坛的独一无二 周深的声音空灵干净是那种可以歌唱生命的天籁之声 但是他的音乐驾驭风格却远不止于此 周深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了 被越来越多的人欣赏周深的声线和音乐 是小编觉得很庆幸的事 周深也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值得被更多人喜欢 《生人心》第一季我们的歌歌手当打之年 几档音乐综艺的加盟让周深给更多的观众发现 歌唱实力也被认可和欣赏了 达拉崩巴达尼亚,自己爱门灵,自己听等 周深在歌手2020中演绎的每一首歌曲都会让听众耳目一新 他也不断地突破自己,不断地解锁新的技能 舞台表现力和感染力都很到位 带给观众源源不断的惊喜 周深是一个极其温柔的人 浑身散发着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近的感觉 这在周深的评论区是有所体现的 他真的有在认真地回复生理们的评论 用自己的方式给予粉丝们最大的慰藉 周深和粉丝的相处模式就像是朋友的平等关系 这样的周深却存无数 在周深发布的每一条微博评论区除了广告官圈之外 都会看到周深和粉丝们的对话互怼调侃 周深就像是小太阳般的用自己的正能量影响着其他人 他告诉粉丝们要注重生活中的小幸福 要努力工作 相信自己 提醒生命们在工作的时候注意安全 他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了明星和粉丝之间的相处之道 因此周深的评论区除了表达对周深的喜爱之外 还有许多粉丝就像是和朋友倾诉般的吐露自己生活的难处 又或者是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 或者是分享自己的宠物及生活趣事 评论区的这般景象都无一在证明着周深的魅力 从周深的回复当中可以看出来 周深是那种很温柔很暖心的大男孩 他细心谦虚认知对待每个身边的人 高情商是有目共睹的 这样的周深全粉无数 此外周深还是一个有趣的人 周深的有趣在于他真的很有梗 这也可以从他的微博评论区可以看得出来 春眠不觉晓他马上能够回复你 你被蚊子咬 这样的互动有趣又能够增加明星和粉丝之间的联合度 周深和深迷的爱是相互的 周深不但应用能力强 音乐表现力和感染力强 还使温柔有趣的人 这样的周深值得被更多人喜欢 约有阴情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水满则溢 其实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这个世界都是不完美的 都存在着某些瑕疵 周深的新歌自身庸才用他空领的声音 直击我们的心灵深处打开了身体的毛孔 试着和自己和解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完美 他会玩音乐也更懂得音乐 他的声音能够让你潜然泪下 也能够让你心情舒畅 而这首《资深庸才》有几个转音恰到好处 歌词直聪人心 恰似气体落落的人生一般 越听越有味道 中国的文化底蕴就是这样 越是高深的言词 越不容易让人读懂 只是草草的几个字 仿佛你苦思的人生被一笔带过 正如周深说的那样 人就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然后继续努力就好 世界上我觉得最难过的观呢 就是自己不放过自己 试着去接受那些不完美吧 吃瓜不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感谢观看